失去了意识 休旅车停等路边驾驶下车 从后车厢拿东西 行人刚从后方经过 接着一个黑影暴虫过来 侧面撞击休旅车后 直接把路过行人撞喷飞 最后整台车冲进 骑楼牛肉面店 被擦撞女子吓坏 脸色铁青被抬上担架 另一名行人被撞后 当场昏迷肢体躯干受重伤 经机送一抢救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牛肉面店最惨 肇事车辆直插进店门口 锅炉门面被破坏水管破裂水狂流 四台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 我这里看电机 看电机 你给人看好像照炸 另外两台车侧面板经凹陷 挡风玻璃全裂开 无辜受波及的住户 冲出来看整个傻眼 行人的是没有意识的 拿东西的 他刚刚被压在后面 准备要收电了 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 就出来就碰一声吓到 隔壁那瓦斯一直在喷 然后我一样这样冲出来 惊悚车祸发生在台中南屯区 九号晚间八点半左右 黑色休旅车突然失控 从向西南路和南屯路二端路口 逆向冲往路边店家 警方出不了解 肇事驾驶疑似 癫痫发作失去意识 整体车祸一共波及了两车 四台机车 一重伤一轻伤 其中38岁女子走在路上 也被冲撞目前在院插管治疗中 相信我们这样的现实人台中 才怎么到 大概凌晨